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由天桥连接起来的两座寺庙 它们分别建在两座高耸入云的险峰之上 左边的名叫世家殿 右边的则是弥勒殿 在贵州 这两座寺庙可以算得上是最为出名的了 虽然奇险无比 但每年慕名前来的游客 少说也有数万人 吉拉姐 建造这两座寺庙的险峰名为范靖山 早在明朝时期 这座山峰便享有盛名了 整座山海拔高度为2493米 在接近峰顶的位置 开裂成了两座山峰 被称作是红云金顶 地势十分显耀 为了方便人们登上顶峰 古人在这里专门修建了八千多级台阶 虽然如此 但是因为太过陡峭的原因 有的路的垂直角度竟然达到了七十多度 别说是登台阶 就算站在下面观望 都会有种莫名的恐惧 因此 在感慨自然造物的鬼斧神功之余 也不由地感叹 古人神乎奇迹的建筑记忆 就是放在如今也很难想明白 他们是怎样建造这些台阶的 又是怎样将石料运到封顶 建造出两座气势辉宏的庙宇的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兴趣 到这两座寺庙参观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